我们先来看看美中 现在的关系还是很糟糕 可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官员 不断的在呼吁 或者是在媒体上放话说 要跟中国大陆来做一个访问 或者是对话 包括您看到的布林肯 包括您看到的 其实有很多美国的官员 都说希望可以安排 在今年访问中国 或者是说要建构 美中关系的基础护栏 这种话我们讲过太多次了 可是有一个人 他就是美国驻中国 驻北京的大使伯恩斯 他前天他受访的时候 他说拜登政府应该要赶快 也想要跟中国恢复中美对话 所以NBC新闻就评断 他说这是最明显的信号 就是说真正的显示出 拜登政府的的确确想要恢复 中美的对话 而且他用渴望来形容这件事情 而另外我们也来看看 包括美国已经正好准备了 要对话了 布林肯说要在这一年 也就是我们的2023年 要访中国大陆 可是学者 中国大陆的学者 其实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中国中央 或者中国大陆 中共他的看法 有时候你很难知道 他们比较不会说 学者可是传达一些讯息 包括复旦大学的 这位学者吴新博 他就说如果要赶快改善的话 就必须抓紧时间 因为所谓的中美关系改善之窗 这个改善机会之窗 已经慢慢这个门要关上了 另外这位中国外交学院的教授 李海东是这样讲的 他说不管他们不是很清楚 华府华盛顿 是真的想跟北京对话 还是只想要制造管控危机 并且处于 所谓比较好的位置 上风的假象 所以他们其实还在判断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最近美中对抗的情势之下 有很多都暂停交流 或者是说叠对叠 可是因为疫情结束之后 航空业必须要有来有往 我们看到中国 现在有很多的航空公司 已经被美国批准了说 OK 你的这些航班 到美国飞往美国的这些航班 我慢慢让你扩大 慢慢你恢复 那美国的应该是 FTA Financial Time的下的标题是说 还有内文写到 这是当前美中关系不稳定的时候 美国对中国做出的小让步 可是这个是美国的观点 美国方向是这样讲 小让步 可是以中国来说 中国这边认为 这个甚至坚持自己利益 获得的对等回应 他不觉得这是让步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那两边看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美国说你看我放松了 我给你一个善意 把航班扩大了 航班正常了 可是美国 中国的看法不是这样 这本来就是应该的 这本来就是对自己的利益 获得相对应的回应 所以我们来看看 拜登他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包括国内 我们讲了很多次 他的经济的问题 不加息美元会死掉 加了息美债会死掉 什么都不做 那通膨 民众叫苦连天 我们看到的现实面 在工作机会上面 马斯克不是买下了推特吗 可是现在推特经营困难吗 所以他裁员九成 只留下10%的员工 大概是1000人 那马斯克就说 你联准会不要再升息了 如果你再暴力升息的话 所有的坟墓都快被填满了 讲的就是那些死掉的企业 所以他在呼吁美国的联准会 不要再升息了 可是现在的裁员潮 已经从过去的蓝领 现在从白领也感受到了 第二波的大裁员潮 包括你看到的 从亚马逊 从迪士尼到华尔街的高盛 摩根什坦利 连波音这制造业的龙头 航空业的也在宣布裁员 所以美国的风险投资家 他就说了 从蓝领 继上一波蓝领大失业潮之后 白领的衰退 正在美国上演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今年FED的重点决策是什么 他说不保证不再升息 那今年是不降息 就维持在这里 非不一样我不升息 可是我不能保证 美国的经济衰退几率低 这是美国FED的重点决策 可是昨天我们看到FED 他还是升级了25个基点到5.25% 就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准 也是联准会的第十次的加息 我们看到所谓通膨二的目标不变 可是现实面是什么 现实面是什么 金融市场的信贷状况 还是很关键 债务上限 美国不付账影响是毁灭性的 所谓不付账就是美国的债务危机 现在看起来还是重中之重 包括FED救不了各种的状况 白宫说美国的债务违约 将失去800万个工作的股市 将会腰斩 将有800万个工作在股市 会被这个也被腰斩 那800万人失业 美国该怎么处理呢 美国的这个前财政部长说 减除债务上限的僵局 是重中之重 也就是你两党 共和党民主党 你不要再搞了 你赶快把债务危机 给好好的处理吧 我们看到了 刚刚讲到美联除 加息25个基点 那有一个关键措施 让美元击坠黄金 两分钟成交超过10亿美元 因为美联储还在加息 所以美元被抛售 黄金又往上涨 还有WTI原油跌破65 击穿深破65美元 美国的银行倒闭 再加上FED停止加息 所以金价因为避险 金价又大幅的上涨 那美国我们讲完了 它的这个现在的状况 其实是多头烧 有很多很多的危机 那中国大陆要不要继续买美债 或继续持有美债呢 看起来他们没有空 他们自己的疫后经济 现在正在自己的国内 要救自己 包括五一 你知道对岸有一个长假 国内的出游已经达到疫情的同期 也就是说已经比疫情 因为大家闷坏了嘛 现在大家119%的%上涨了 收入也达到了1480亿人民币 你看到的这个画面 我们特别把它找出来 这是在山东自博 有出现了一个烧烤现象爆红的 这样子的一个旅游的吸引点 他在20天之内就赶出了万人烧烤城 让很多人到这里来旅游 来观光 为什么 网络上面小红书啦 各种各样的 这个网进网路在推波助澜 所以一大堆 你可能五一长假 不知道要哪里去的一些 中国的 中国大陆的人口 就往这边移动了 所以也创造了一波经济奇迹 我们要讲的是 中国大陆14亿人口 它的这个 当然基数非常大 所以他们自己要做经济复苏 国内的旅游 不靠外人 他们自己也做起来了 来问一下两个 亮给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中国大陆五一 有2.74亿人出来消费 那是因为疫情确定结束了 因为过年的时候 大家还是怕怕的 那这次是确定结束了 所以上次没有涌出来的 全部都涌出来了 那他本来就憋了两年多了 所以这个不能视为代表性的消费 代表性的消费 我们要看他的储蓄 是不是下降 他目前储蓄是在上升 那就表示很多消费者 还是不敢花钱 所以这一种不能够 把它类比为第二个光棍节 这个类比是错的 而且另外就是民营的中小企业 会不会出来投资 因为他的存款 从去年1月到12月不断在增加 表示是有钱 可是人家不敢投资 还在考虑要不要消费 拖着投资 这个投资当然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出口订单不确定 这个就是回到美国了 我觉得美国衰退是合理的 拜托你2008到2009金融海啸之后 到现在都没有衰退 有这种经济吗 经济通常是8年到10年 就要走一个线路了吧 你已经多少年 从09年回升到现在 已经14年了 你怎么可能永远都在往上呢 所以我认为往下是合理的 只是说用软着路还是硬着路 所以我觉得他们砍一些人 制造一点失业 坦白说联准会搞不好很乐见 因为这样子就可以降低 通膨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 因为联准会跟拜登 他是不同立场的 他们是希望经济稳定 所以他期待的是软着路 我认为一定会着路 只是激烈的程度 联准会还是希望 你就失业慢慢增加 那有一些企业就去做重整 那失业是一定会增加的 不然消费你怎么压下来 对不对 800万失业人口 这个很巨大的一个人口 来请教崇凯老师 如果美国的确在 整个经济循环里面 他是下行 那他接下来有很多东西 还是要跟中国大陆谈 所以为什么布林肯 又又又喊话要反华 这个又又又加得非常好 其实我们知道大国之间 除了竞争会有合作 我不相信永远是竞争 永远竞争很多事不能谈 这一次布林可能是接受 华盛顿邮报 Ignostius 伊格纳西斯的采访 希望有机会 因为气球门事件之后 本来要 气球门事件本来要访华 因为那件事情他希望 结束了 我们现在可以赶快回复对话 而且是各层级的对话 其实美中对话 不是只有高层 他们要各层级的对话 确保彼此的资讯要畅通 避免误判 还有所谓他们的红线 跟所谓护栏的加强 这点是布林肯相当想要做的 其实国务院的副首席发言 巴特尔也讲 他说美国希望在条件许可下 安排布林肯访问大陆 创通各种管道 并且就像他们当初 在慕尼黑场边会谈这样子 能很快的就重要议题 我讲的重要议题 来做中美的对话 其实美中之间有很多这样东西要谈的 气候议题我觉得是他们最想要完成的 巴黎协定之后 有很多包括如何避免要降低升温1.5 像有人说升温1.5可能不可能 1.2度 假如美中之间对气候议题没有共识 还在各说各话 其实各国都在看美中怎么样 在碳中和之后方面能做成共识 毕竟第一个 2020年联合国大会的时候 习近平在上面讲过 中国大会2060年要达到碳中和 问题是如果要达到碳中和 他们要取消 要关掉很多燃煤发电站 有个英国的智库叫做Transition Zero 他说10年内要关掉588 才能达到碳中和 美国也是一样 拜登竟然面临其中选 不是其中选 要再选 大选了 他当初能竞选 他向中间派跟环保派的人士靠拢 他接下来要端出他成绩单 他气候议题做的怎么样子 如何要确保他在气候跟就业上面达成平衡 这是拜登要做的 所以他在对中的交涉上面 他一定要去做 不可以完全都不交流的 是 来 请教将军 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个故事 看一个看板 大家一定会觉得这很古板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这个墙在哪里 在大胆岛上面 当年我们还在讲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时候 就在大胆岛做了一面这个墙 给对岸的厦门的老百姓看 结果厦门老百姓看了以后 他们做一面比我们的大一辈的墙 叫一国两制统一中国 两边在那边对峙 后来我们觉得说 像我们要拼过他 所以我们晚上还点灯给大陆同胞看 点个灯 点亮灯 后来大家就不讲这个口号以后 就把这灯熄掉了 熄掉结果没想到厦门的观光局 打电话给金门观光局 请我们把灯打开 他说什么 说他们厦门老百姓旅游景点 是这一个景点 我们不开 不开结果厦门每天他们的旅游船 带着观光客到这边来照相 我们因为是守军 我们就必须要每天掌握到 他来多少船 船上是什么人 所以我们有去算来了多少条船 他一天将有25条船 这条船我们估计一条船带 大概200个人 也就是一天到这边来 站在台湾那个地方 照相 因为我们卫兵就站在旁边 照相的就5000人 一天 对 一个人100块人民币的话 一天他就50万人民币 也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帮他的旅游单位 一天可以创造50万的人民币 后来我们为了要赶他走 我就在上面爆破 就让他们船不要靠近 但是没想到来了更多 为什么 因为他体会到 霸山爆炸那种感觉 但我有一种感慨 除了说他们那种旅游的能力 消费能力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说 人家对自己的制度是有信心的 他不会像我们台湾说 稍微讲一点什么 或稍微说一点什么 就给你扣红帽子 他不会 他们自己拿了这张相片以后 就到处去炫耀 说我到厦门去玩过了 你看证明我 我又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前面照项 到金门去玩过了 不是 到那个岛 到大胆岛去照顾 因为他在那边 那边变成说大陆同胞的一个 到金门旅游的一个观光景点 打卡景点 变成这样 我觉得这是满讽刺的 当然我们是希望说 台湾我们民进党政府也能够建立自己自信 不要说稍微有一点点跟对岸政权 稍微有一点就扣人家红帽子 反而显示出来自己没有自信 这次马英九去那边 一直讲中华民国 就代表中共没有太多意见 就代表说他们已经对自己 非常有自信的一个国家 没有错 就代表他们自己有自信 自信心在上升 我不在意你讲这些话了 也不在意你拿这些相片出来 不在意你拿这些标语出来了 是 我们要了解世界的局势 真的就要看新闻大白话 不在意你给你做什么